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任务需要,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于近期启动。此次预备航天员选拔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预计一年半左右时间完成,并将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10月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此表示,这是振奋人心的喜讯,极具历史性意义,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关爱、支持和信任。 李家超表示,国家在港选拔在何专家,标志着国家鼓励和欢迎香港同胞在国家发展中做出贡献,标志着国家对香港科研水平的信心,亦标志着国家对香港青年发展的关心。 他已委派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负责跨局协调及宣传教育工作,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负责具体选拔工作。 当天晚间,香港特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特区政府选拔在何专家相关安排。 特区政府将安排今次在何专家的初选工作,招募期是由今年的10月6日开始, 至到10月27日,至于进一步的选拔,就会由内地相关方面进行的。 我们的初选是主要透过以下的机构进行招募的。 一是十一间的本地大学,二是政府五所的研究中心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三是在数码港和香港科学园区里的科研机构或者科研企业, 四是政府部门和医院管理局。 如果有经上述以外的机构或者企业报名, 特区政府也可予以考虑的。 候选的对象是需要符合一些基本的要求, 包括了年龄方面和体格方面的要求, 以及他们要在相关的专业领域拥有博士学位, 和他们的专业的经验是不少过三年的。 我们鼓励符合所有基本要求, 以及有始于坐人航天事业的人士, 踊跃参加。 麦德韦表示,在和专家一般来说, 背景是科学家、科研人员, 执行太空飞行任务时, 主要负责开展太空试验, 操作使用太空试验设备, 配合其他航天员处理战务管理日常工作。 据悉,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系列活动, 加深香港市民对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成就, 以及香港专家对国家航天工程参与贡献的知识和了解。 按我们初步的计划, 香港电台会制作一些特别的节目, 介绍香港科研人员过去参加国家的航天事业的一些经过。 港台也会去搜罗和播放其他一些和航天相关的活动。 太空管和科学管也会举办一些专题的讲座系列, 介绍一下航天科技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关系, 并且都会邀请一些航天专家, 和曾经参加过少年太空人体验型的一些学员, 就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和分享。 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也会鼓励学校、青年和地区团体, 去举办和参与这些活动。 在国家科技部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的大力支持之下, 团结香港基金会在12月举办第四届的创科博览, 展示国家在航天和其他领域下的一些创新的成就, 当中会有不少的一些航天的展品。 此外我们也希望鼓励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 大家可以帮忙举办一些以航天科技为主题的其他活动, 希望大家一起可以营造一个航天的氛围。